说 好继续啊 刚才那个摄像有点中断 我们现在继续开始 就讲19代之后 现在习近平已经完成了集权了 但是对709律师的抓捕又在继续 60岁的女律师 李义涵律师又被带走 然后仅仅唱歌作曲家徐林 私人同时也是私人徐林刘世芳 也被批准逮捕 现在徐林在广州南沙康所所 也被批准逮捕 也就是说 这样的法治 不是我们想要的 习近平完成集权之后 对律师对维权 对民间的反抗和言论自由的压制 仍然没有停止 所以 我觉得大方向上 我们还是要继续支持郭文贵 协助郭文贵 尽快的帮助 解体中共 让中国能够尽可能的和平转型 进入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网友们 感谢我们纽西兰的各位同道 特别是感谢郭文贵先生 贴开了这是启蒙述运动的序幕 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次启蒙运动呢 我们知道在1929年 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 在国情咨询当中 他最明确的阐述了 人权是什么 不论任何的宗教也好 信仰也好 任何主义也好 我们讲人权呢 第一个 是言论自由 郭文贵先生 不论他讲的是什么样的料 这都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言论自由 我们予以支持 第二个呢 就是信仰自由 郭文贵先生多次表明 他是一个佛教徒 他的想法呢 就是希望在中国 这个人心崩坏的时候啊 能够邀请尊者达赖拉玛 去中国讲解佛法 讲解佛法 医治人心 拯救道德崩溃 我们为什么现在到处都说 啊 中国人数字怎么怎么样 在China境内 大家都在说 China数字真是怎么样 这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所以郭文贵先生呢 多次的表达了 他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一个信念 我们予以支持 第三个呢 就是脱离贫困的自由 郭文贵先生多次的 反复的在呼吁 为杨改兰的悲剧 这不仅仅是杨改兰 也是所有的贫困人口的悲剧 我们予以支持 第四个呢 就是脱离恐惧的自由 因为每一个人啊 他最怕的就是恐惧 而郭文贵先生 他正在遭受的就是恐惧 那些所谓反驳的人士 那些所谓反驳的人士 那些所谓反驳的人士